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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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听到消息后 到底是那扎粉高兴到起飞 还是张汉粉拍手称快 还是CP粉哭晕 还是郑爽粉要放鞭炮 原本一边两宽 各生喜欢的两组CP 难道真的一个都没能修成正果吗 到底咋回事儿 来一起看一下案情回顾 近日 有张汉大粉发问答帖 并表示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但不保证准确性 不知回答了哪位网友的提问 该大粉突然放料 分了 堂主单身 随后又回复另外一个网友称 分手了 瓜友一过 不保证准确性 能杀嘞 但是 让瓜友好奇的是 最近张汉那扎确实没怎么秀恩爱 点开两人微博 那扎没有分享任何关于张汉战狼2的消息 张汉也没有转发任何关于那扎新电影 缝纫机乐队的动态 难道说张汉大粉爆的料是真的吗 这张汉好不容易从堂主摇身一变成为熊孩子 但老二的热度还没过呢 难道就要被拖击爱情的坑吗 看到有深挖的苗头 为了尽快给张汉那扎以分手实锤 两方粉丝倒是出奇的步伐一致 那扎粉丝晒出解证称 7月24号 那扎的印子发了雨伞的表情 这是和粉丝的代号散就是散啊喂 并敲黑板画重点 代号是真的 不是脑补哦 挂有一脸梦圈纷纷吐槽 不知道的还以为北京暴雨的天气预报呢 居然是代号 真的是江湖路太华 那扎也复杂 想想去年年底张汉那扎又是传出看房 又是被报预约婚庆公司 这爱情瞬息万变的 真是明星一天路人一年呢 话说两人的爱情从开始就没有得到祝福 两方粉丝撕得厉害 各种脏料互泼 张汉粉怼那扎美空出身 话题卖惨 那扎被网络暴力困扰 那扎粉怼张汉拖行侠 蹭那扎热度 不光是粉丝内部撕跨 甚至双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劝分的节奏 前段时间有传两人已经领证 修成正果 后来那扎工作室出面澄清 却被张汉粉说成是自导自演炒作 扎粉渺然 称明明是张汉买的热度想留住那扎 他不同意就甩锅 带节奏教粉丝们如何科学喷汉 甚至那扎工作室都毫不遮掩 让粉丝劝那扎去选择更好的 话说你俩的爱情 都已然走到众叛亲离的程度了 这中间到底是谁有问题呢 借掐脚一算 可能两人近年来事业上的瓶颈 是最大问题 张汉做老板后 投资多不拒 都因有韩国演员的加盟不能播出 钱打了水漂的堂主 从此消沉不少 而说起那扎 虽然争议不断 但作品却不多 演啥啥不活 更是让公司尴尬 再加上迪丽热巴等新一代美女帽头 那扎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 所以有瓜友评价 两人演绎事业的温温吞吞 或许是他们爱情淡化的开始 不管分手说是真是假 各位瓜友都不要太捉急 说的好像这俩人是第一次传分手似的 有这时间 汉哥还是乘胜追击 保持战狼二赢得的高人气 那扎也要动脑筋 考虑如何转型 毕竟靠颜值买人设已经不灵了 最后祝贺郑爽粉 你们的爱豆又赢了一局 一个郑爽带动前任 前前任 前前任的现任在上热搜 这功力真是没谁了 再来 新闻的车已经如此劲 那我去骗摇拆成的放点猛料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无精的战狼二大伙 真子弹横空而向一口锅 前天单爷刚刚回应打压无精之说 衷心恭喜他有娇人的成绩 昨天再次发文解释 我被盗号确有其事 并表示将对网络造谣者追责 于是分别爱他几个 说他跟李连杰 无精 赵文卓不合的微博大号 喊话幕后黑手 你们造谣 断章取义 抹黑本人 我一定以法律追究到底 我知道你是谁 不跟你们玩并不是怕事 只是没有时间做无聊反应 最后还扳出了刑法 网信办 对于网络诽谤的文件 一看事态发展如此严重 华尤也是立刻站队 表示那些被爱特的号要小心 毕竟你们难道忘了吗 2012年 真子弹赵文卓撕跨事件 只是因为支持一下赵文卓 书旗也无辜被群殴 说起情水军和网络暴力 真子弹可是圈内的大前辈啊 不烈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战狼2票房超48亿之鱼 最近还有消息称 因为没大幅报道战狼2 好莱坞对吴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报道称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主导的赶死对四 在曝光的主角名单中 也已把吴京列入 但吴京却否认了传闻 并调侃称 没人邀请我啊 邀请函寄到你家了 帮我转过来 虽说战狼2呼声很高 但也有质疑声 面对中系老师尹珊珊的质疑 吴京昨天也微薄回应 1000个人心中 有1000个哈姆雷特 京哥棒棒的 如此大度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左人不能爱尹珊珊 一招出书天天头条 最近爽妹子书中的一句 这是唯一想让我写进书里的 关于爱情的人 给了挂有一万个没想到 爽妹子果真恋爱不看脸 而她书里分享的 有关胡彦斌100件小事 也让两人此前的恋情再度回国 他们曾经有这么甜蜜 其实在冰爽交往之初 胡彦斌也没少侧漏爱爽的心 不但各种他妈正爽 还为我们的爽妹子寄快递 然而这都不叫事 早前胡彦斌晒朋友圈时 竟公开透露 自己的手机里全是正爽的自拍 我说这把狗粮洒的 也真是无声胜有声了 难怪小爽贴巴里 只关注胡彦斌 你俩这真是爱得轰轰烈烈 虽说爱情已成往事 带小爽的隔空表白 以及胡彦斌为正爽新书的望我力挺 揭晓 这突破次元币的互动 到底有完没完啊 出买我的爱 配了两心斋 随后直到真香的亚雅 眼泪掉下来 前几天亚雅过生 陈思成热脸送祝福 遭亚雅无事 然而就在大家替佟丽娅拍手叫好时 最近有网友扒出 陈思成其实理想型是高圆圆 当初陈思成在节目上大谈特谈 在拍北爱时 压根没看上佟丽娅 本想找高圆圆这种 干干净净的清纯型 而鸭鸭太过质朴 那你长成这样还质朴 网友表示 陈思成恐怕是眼瞎吧 然而这种直男爱晚期的谈话 还不止出现一次 你让我给自己找一个戏里面喜欢的女孩 你肯定生活里不能厌恶她 奔那清纯去的 但我不是说我说鸭鸭不纯 而是说给高圆圆看看剧本 大概是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哪个方向啊 清纯一点的 这也是清纯啊 我是朴实 妖姐说走错片场 赔了一生心疼呀呀 如果说佟丽娅 唯一不如高圆圆的 恐怕就是家人的眼光了 一朵鲜花插在了陈思成头上 社会我成哥 人丑话还多 两天大笑出门去 原来天王要当天 天王扫方圆的预产期 引发瓜友们的猜测 昨天由港媒发来爆尿 郭富城要找一位高人 择日给太太方圆剖妇产 这原因嘛 很简单 一是工作忙不停的郭富城 长久不能陪在妻子身边 而他又想见证孩子的出生 第二九月刚好是农历七月的鬼月 所以郭富城有可能听从高人的安排 将生孩子的日期提前到八月底 我说郭天王 讨个好彩头的心情 解可以理解 但也一定要相信科学呀 另外也许是老莱得子 除了将预产期安排好 郭富城还预定好了 某医院的顶级私家病房 并请了两名星级月嫂 照顾方圆坐月子 看这架势 娱乐圈又一位宠娃狂魔 即将诞生了 海洋弹孔照 花儿对我小 小娘说 早早早 安吉弟弟背上小书包 昨天 东北宋中基第一天上学 小小的四肢 背着大大的红色书包 配上一套帅气的墨绿色衣服 呃绿色衣服 红配绿 这配色 一看就是杀意想出来的 好萌的24K纯爷们 但安吉小朋友 却满脸不开心 大风吹乱了她的发型 眼角似乎含有泪水 看来在东北宋中基 并不满意自己的小学生身份 网友被安吉蒙翻 天哪 为安吉狂打靠 真羡慕和安吉同伴的小孩子 安吉加油 你是最棒的 不要像普通小学生那样 沉迷农药 无法不拔 早先的火星情报局 一言不合就飙车 飙车的速度 嘉宾们都害怕的不敢来节目了 陈克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他说他路过所有的节目 你们只有火星情报局 是我路过就世界上最难的节目 对对对 他整个人干掉兵话 就是给他多少钱他也再也不来了 基于嘉宾们不敢来上节目 所以本周六在我大优酷 独家上线的火星情报局 一改往常 老司机们纷纷下车 开始互黑 那边中级特工 说杨迪系路窄 这边张宇却说 早前都不认识薛之谦是谁 不过你们确定这样做嘉宾就敢来了 想给您说一句话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您的系路可能一直比较窄 就是一路四个 今天怎么回事 来来来没事说 真心话真心话 真的路宽一些对你有好处真的 我咋了我是 本身是不看中文节目了 在之前我也休息了很久 所以我对于演运圈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 很正常 别看张宇早先不知道薛之谦是谁 但是老婆可对薛之谦门儿轻着呢 不光知道咱们知道的事儿 就连薛之谦和谁谈恋爱这种咱们不知道的事儿 张宇老婆也都知道 听说你在跟他谈恋爱啊 谁 谁啊 谁和谁 那我老婆跟我讲的 她说你 粉丝说你能讲的 薛福和薛之谦 那是假的 怎么可能 薛之谦此时内心OS 肯定是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一旁不嫌事儿大的局长 还把教育小木木那一套分享给大家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催生团上线了吧 有小孩的时候 你对他进行教育的时候 真的要骗他 我们家小木木现在可以背很多唐诗 两岁八个月 因为他喜欢奥特曼打怪兽 我就骗他 我说奥特曼打怪兽 怪兽最怕什么 咒语 他说 要背唐诗 那把教我咒语 我说咒语就是唐诗 我要背唐诗 然后我就开始教他 他现在可以背好多 教育孩子的技能 想必学之前get到了 但生娃再是应该不会落实到行动上了 毕竟现在老薛每个月只休息一天 一个月大概能休息一天 其实不光老薛整天为工作操劳 局里的所有人都是那么辛苦 这一切初级特工们都看在眼里 探语过一些高级特工的一些拍的行程片 这些艺人们有时候拍到通宵 拍到凌晨 对 拍凌晨 而且是饿着肚子拍到通宵 知道吗 你们说他们不努力 说他们做得不好 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吗 感谢感谢 感谢每一位这个火星特工 感谢每一位远程特工 别忘了周六来我大有苦观看时 弹幕给艺人们发鸡腿哦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最近大家说 聪哥怎么没有聪哥烈烈烈 这个 一个是聪哥太忙了 一个是小编们也太忙了 而且这周我们在酝酿一个比较好的题材 当然了对于未来 在这个列列列当中 大家希望能够看到哪些方面的爆料 或者哪些社会话题的讨论 也拜托大家帮我们多多的这个出谋限策 毕竟这个新的板块嘛 对不对 而且也是这个聪哥自己也很喜欢 然后很希望能够做好的一个板块 所以希望能够多听大家的意见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娱乐早八点 下周一早晨的八点钟 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 祝大家周末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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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